这是一款易德基930A重型铁圈挂粒机 打孔专订一体机 我们先看一下怎么安装手柄 这是专订的手柄 是压圈的 我们看一下压圈的厚度是 3比1的铁圈 6.4 各种规格 7.9 9.5 11.1 12.7 最大是14.3 酸定的 我们先看一下拔孔呢 现在拔孔手柄 再拌装上去 最大的打孔厚度是20张80克尺PVC16张 孔具是3比1的8.47mm 然后我们孔是翻孔4乘4的翻孔中间是一个半圆 画力的一个半圆 然后编剧呢是由3版可调的 先看一下这边 2.5 4.5 6.5 孔具 编剧可调 本机是37个抽刀 全抽刀全部可以抽出来的全抽刀37吧全抽刀 收拾一下把孔 对应一下 中间是个半圆 中间是个半圆 然后看这边像这出现一个半孔的情况 我先对应一下 出现半孔应该是这把抽刀 这把抽出来 先打一下开机 把刀抽出来这边就 这个孔就打不到了 看一下抽刀 中间三把刀是 中间三把刀是这个半圆 对吧 我们只要把这个半圆的时候抽出来 然后可以随意打孔 哪个孔不要我们就抽出来 先试一下可以试 对应一下 对应一下 抽刀的这一个孔就没有了 这个孔 这个抽刀的 这个抽刀的 你们看得半圆 然后这个孔 把这个孔抽出来 等于有几大特色 一个就是 这边是全开口的 全开口的话 就是说 一如我们打很大幅面的纸的时候 是可以伸出去的 可以打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加长打孔 这边有一个 加长打孔的套孔在这里 然后我们是第九个套孔 我们先试一下 打孔 我一张长一点的纸 我先打一下 然后我们这边 孔打到这里 然后我又把这边的孔都打掉 然后我从这边开始数到 第九个孔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是第九个孔 第九个孔 我们可以把它挂在这里 第九个套孔 挂在这里 然后这边是开口的 可以伸进去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打一下 这又全部打出来了孔子 现在我们试一下怎么来 压圈 我们先把这个铁圈 剪掉一份出来 我们试一下 这个小片试一下 铁圈 开口的这边 挂在上面 然后我再拿几张紫 我再试一下 把这一块链子放进去 下个圈块 取出来 然后现在把它放进去辣椒 这是14比3的最大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里 把这个开口的地方 然后要平行放进去 然后铁圈这里面有磁铁 是可以吸住的 就把它给吸住了 看平行放进去 开口的位置平行放进去 这里铁有磁铁吸住 然后我们是14比3的 14比3的 调在14比3的压圈位置 这是可以调的 定位在这里 然后我们压一下手柄 压圈的手柄 压一下 就好了 是的 我们的位置 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